看着餐厅墙上满满的照片 但大哥大嫂再也回不来了 大哥董建兴和大嫂王绿云 上周开开心心带着家人员工 到台北参加女儿婚礼 我家是亲戚的便宜舅是17人 没想到回程时 却搭上普悠马死亡列车 17人中有8个人坐在第8节车厢 不幸丧生 董建兴的弟弟董建才 幸运逃过一劫 但今天龙虾死了20多只 他按大哥从年轻时 就在城宫渔港抓龙虾 他们在城宫开餐厅 大嫂是厨师生意一直不错 他们有四个兄弟一个妹妹 这次大哥嫁女儿 除了他留在台东 其他人都去喝喜酒 婚礼后在台北工作的小弟没跟着回台东 没想到大哥 二哥和妹妹共赴皇权 五个兄弟姐妹只剩他和小弟了 本来他建议大哥包游览车 北上参加婚礼 大哥觉得此行共三天 要花五万太贵 最后决定搭火车 他难过说 要是搭游览车就不会这样了 动新闻台东报导